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个人里边其中有两个人是一对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好到什么程度呢 别看这两个人现在都成家了 可是还跟亲兄弟一样 形影不离 干什么事都愿意在一块 当然我说的这可是在车祸以前 发生车祸那天啊 两个人跟往常一样 同期一辆摩托车到镇上去玩 结果就出了车祸了 车祸之后这两个人就成了仇人了 2012年5月21号 在新化市多田高汤高一路路口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农用拖拉机和一辆摩托车发生了相撞 现场比较惨烈 当时也是一个超载的拖拉机 跟一个摩托车相撞 摩托车三个人都倒在地上 其中一个人已经当场死亡 还有一个人受伤也比较重 这起事故造成摩托车上的一名成员当场死亡 其余两名成员重伤 而经过调查 双方均负有一定责任 拖拉机上的货物严重超载 且车辆保险过期已久 而与之相撞的摩托车一方 发生车祸时车上坐了三个人 同样属于违规超载 并且还超速行驶 并行拖拉机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 代表还是诚恳 但是在民事赔偿上他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车子保险已经过去 同样需要承担一定民事赔偿的 还有摩托车的驾驶员 然而就在这个责任的认定时 警方陷入了困境 事故发生的时候 有些乡轿的乡轿都慢严重的 一人头部受伤 颅脑寻伤 还有一个是腿部断了两段 不能讲话 事故发生时摩托车上坐了三人 一人当场死亡 另外重伤的两人 一个叫张华健 一个叫黄桂玉 三人中谁是驾驶员 谁就要承担一定的事故责任 然而谁是驾驶员 这个问题却突然变成了一个谜 在调查中谁是摩托车驾驶员 各方说辞不一致 但是有一点大家的认定是相同的 那就是摩托车上的三人中当场身亡的那位 叫曹春荣的死者 不是驾驶员 当时他们说就是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实在是肯定没有开车 因为实在他从来就不会开车 都是本群人 他们都了解 那么摩托车上的另外两人 张华健和黄桂玉 谁又是驾驶员呢 主要的就是这个摩托车驾驶员 难以确认 因为他这个摩托车上三个人嘛 一个人已经死了 还有两个人 他们就相互指责是对方开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案件 一直陷入了僵局 张华健跟黄桂玉都斩钉截铁的指认 对方是摩托车的驾驶员 很显然有一个人在撒谎啊 这个世界上 他没有两个人开的摩托车 也没有不用人开的摩托车 就得一个人开 刚好事故发生的那个路段啊 没有监控录像 两个人呢 都不承认谁开了摩托车 都说是对方开的 这个事故后续的处理 就遇到了麻烦了 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找到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摩托车驾驶员 在事故发生后 新华警方首先对事发点周边群众 做了大量走访调查工作 试图还原车祸的经过 现场走访很不理想 因为坐红 离事故发生地很远 路上过往人又很少 我们只能凭监控和模拟相撞 以及对现场的勘察中复分析 由于事发点地处偏僻 离人员聚集的村庄也有一定的距离 要想寻找事故发生时的目击证人 并非意识 于是警方只能通过过路的监控 寻找蛛丝马迹 但是由于这个监控 是这个镶圈监控 它这个清晰度不行 看不出 看不清 所以说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之后 这个驾驶员还是难以确认 由于事故发生地点 没有监控 而仅有的影像资料 是摩托车驶过村口 不到两秒钟的画面 从这个画面里 只能模糊地看到 摩托车上坐着三个人 但究竟谁才是摩托车驾驶员 警方一时无法辨认 于是清华警方决定 将这段视频送到更专业的机构 进行检测 这个我们调取的这个监控 最终送到上海 继续鉴定 警方一方面 将事故相关现场视频 送到上海的专业机构 进行进一步辨认 另一方面 仍在继续做着 黄桂玉和张华健的思想工作 而就在了解的过程中 民警们又发现了一件 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摩托车上三个人 他们是本村的村民 从小一起长大 又住在大家都住在附近 都住在一起 我情我后 从小一起上学 一起打工 相处的都很融化 原来摩托车上的三人 都是同村的朋友 而黄桂玉和张华健 更是形影不离 一起长大的发小 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 两人的关系 比亲兄弟还要亲 即使各自已经成家 还经常结伴出游 知道了他们间的 这层关系之后 新华警方觉得 既然两人 有如此的感情基础 双方的工作 应该很好做 然而事实却出乎了 他们的意料 黄桂玉是我的朋友 哥们 你们在没有这个事情之前 关系怎么样 关系很好 从小玩得到呀 在小时候上学 就是玩得到 替哥们 平时关系 玩得不错 玩得不错 三个人遇到出去 玩得生的话 不可能三个人遇到出去 我也不知道 出现这种后果 关于两人的关系 黄桂玉和张华健都承认 之前是不分你我的异性兄弟 那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使他们几乎反目 成了仇人 当时其实第十年的时候 当时我只感觉 看到眼睛就黑 我刚开始 全样基本上就没出来 一下就全样就没出来 当我学习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 而一个人 两个人躺在那边 他那个腿子嘛 张华健那个腿子嘛 查的那个母子 农村比较 然后那等于 人物去救人 搬忙了 然后弄下来 事故发生后 张华健和黄桂玉 各自都受了不轻的伤 醒来后又得知 同车的好友曹春荣 已经身亡的消息 两人都表示十分悲痛 然而接下去 关于对这名事故中身亡的 好友的赔偿问题 张华健和黄桂玉 开始出现了分歧 我当时心里面就是想 既然一到出去 对不对 一到出去 人家都死了 我们两个人还在 皮顶情嘛 当时人家 就要皮顶情 皮顶情两个人 皮顶情就算了 我当时到阳州那个医院 找不到 一个人五万 我说我出五万 你出四万 那解决掉这个事情 既然是朋友 请你来生活之物 对不对 谁知道 他不信 在黄桂玉看来 既然去世的是 一起出游的好友 自己和张华健 就有义务承担 对死者的赔偿 然而张华健 对此却不这么认为 我当时很想 出自是我的 人人的草子不是无可 我当时就在 新人人的草子是自主 我当时就是这 我老婆到了新华人民日记 问我第一句话 是什么 出自是谁开的 我老婆又问我 这个吧 我说的出自不是我开的 死者我只能说是 我只能说是同情 抱歉 抱歉 对不起人家 我也没有能力 去给他进行的这支出 没有 我现在自己还没有来 张华健认为 这个对死者进行经济赔偿的责任 必须由摩托车驾驶员来承担 自己不仅不是驾驶员 而且也同样是受害者 他可以不要驾驶员对自己进行赔偿 但是也不会承担对死者的赔偿 张华健告诉警方 那天发生车祸时 是黄桂玉开的摩托车 所以他认为应该由黄桂玉来承担赔偿责任 听到这种说法 黄桂玉不干了 黄桂玉明确地指出 事发当时并不是自己开的摩托车 而是由张华健驾驶的 于是两个曾经亲为一家人的异性兄弟 在谁是驾驶员 谁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成为了敌对双方 两人的这番反目 在他们村子里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最起码人都死了 一定斗的心都没有 他们村里肯定都说 人家都死了 你们这个两个人 这样平时也是朋友 一起长大的 相对于兄弟一般的 人家死了 你们谁开的都不敢承认 这个都会不停受到村民的谴责 自己从良心也会受到谴责的 张华健说 这个摩托车就是黄桂玉开的 黄桂玉这是为了逃避责任 你看他还美其名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 应该主动赔偿 其实这就是为了 让我去分担他的责任 黄桂玉说呢 这车实际上就是张华健的 那天也是他开的 我可没想到 我们处了三十多年 都是发小 现在因为这个金钱利益 他就不顾朋友之情 能干出这种事来 张华健跟黄桂玉 还是那个问题 他们两个到底谁在说谎呢 就在民警试图调解双方的这个矛盾的时候 那段送到上海权威检测部门的事故录像的检测报告出来了 这下说谎的人败露了 这点结果是张华健驾驶到摩托车 我肯定不服 我明明没有开 你叫我服什么 检测结果出来 证明张华健是摩托车的驾驶员 而对于这个结果 张华健大喊不服 他觉得单靠那个看不太清的视频 没法证明自己就是驾驶员 那么警方究竟是如何根据检测结果 判断出谁是驾驶员的呢 原来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了解到同车的三人中 只有张华健一人戴着头盔 那么只要鉴定出摩托车驾驶员 是否戴着头盔 就能知道谁是真正的摩托车驾驶员了 通过鉴定的 鉴定机构最终认定 张华健戴头盔 黄卉玉不戴头盔 历经半年多的鉴定审理诉讼 江苏省新化市人民法院 依法对这起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做出判决 判定拖拉机的驾驶员及所有者 分别赔偿死者曹春荣亲属8.27万元和9.94万元 判定摩托车驾驶员张华健 赔偿死者曹春荣亲属7.13万元 一起出游出了车祸 朋友死了 对任何人来说 第一时间谁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张华健的第一反应就更严重一些 他逃避了 他甚至不愿意承认是自己开的车 我们也很难说出这种逃避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 心理经过 当然他可能是因为他开车导致朋友去世 这个事实太让人羞愧了 太让人悲痛了 也可能他面对接下来的赔偿啊 作为开车的人 他不想赔那么多钱 所以他要抵赖 都有可能 经历了这些事啊 张华健跟黄桂玉这对曾经的好朋友 现在已经情同路人了 但最终在证据面前 张华健赖不掉对死者的赔偿责任 甚至他还赔掉了自己的尊严 赔掉了跟黄桂玉三十年的兄弟感情 赔掉了他在同村人心目当中的信任 不过话说回来 跟这样的人恩断义绝啊 也没什么可惜的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